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回想过去 我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还是很倒霉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诗篇第77篇 这篇我们看到 当我们想到以前小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很幸福呢? 当我们有很多玩具的时候很幸福 当我们在吃美食的时候很幸福 当我们出游去玩的时候 觉得很幸福 相反的 而当我们想到要考试,要做功课 哇,就觉得自己好辛苦 或是一些时候觉得自己很孤单 或是一些时候我们生病了 哇,觉得自己好倒霉 怎么会生病呢? 或是我们在跟朋友吵架 跟兄弟姐妹吵架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好倒霉 我们常常决定幸福或是倒霉 好像是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而在诗篇77篇我们看见 这是亚萨的诗 前面他提到了 他心里头烦躁不安 心里头发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历到王国 以及贝鲁的可怕的结果 哇,好多人被伤害 甚至好多人死掉 哇,他想到以前在圣殿中可以敬拜 现在都不能 上帝在哪里 难道上帝忘记我们了吗? 过去,他想到以前 他觉得自己很辛苦 但是很奇妙 后来他说 我追想上帝右手的年代 他要纪念上帝的骑士 神啊,珠水见你 一见就都金黄 声乐也都颤抖 意思是红海分开 让百姓走在干地上面 经历平安 经文也提到了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 电光照亮世界 大地战斗震动 这是西乃山的经历 上帝的西乃山 跟以色列人立约 这种种的经历显示 神在引导他们 神引导你的百姓 并且常常透过神的仆人 来引导 你曾借着摩西汉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很奇妙 这段经文 前面一到九节 是想到过去充满了悲哀痛苦 但十到二十节 一样想到过去 却从一个新的眼光角度 看见的是 哇哦,原来上帝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过去保护 今天要继续怜悯 而经文的转弯的地方 在第十节 他说 我便说 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 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是的,当事人承认 这是我的软弱 我无力面对 我不知道如何行 他承认自己 不能 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 他就看到神的右手 所做新的工作 求神帮助我们 过去的我是幸福 还是倒霉 重点不是我们经历了神事 重点是我们相信 神大手引导我们 我们在耶稣里 就是幸福的 让我们有新的眼光 来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 都有神的恩典哦 我们祷告 救救保护每个弟兄姊妹 每个小朋友 让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 幸福无比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